好教育题带你来看到花莲教师征选又传争议了 之前花莲办理国中小教师联合的征选 国小一裁班 国乐专长开出了两个名额 那么简章著名因考资格为国乐相关科系 那么最后却录取了普通音乐系的毕业生 那么有民众就向现议员来承行了 认为资格不服抗议不公 县府教育处则解释 音乐也是国乐相关科系 接获全情之后有针对此案来开会 仍决议正取考生符合报考资格 花莲教师征逝又传争议 日前花莲县办理国中小学教师联合征选 艺术才能班国乐专长开出两个名额 吸引8名考生报名应试 简章名定考生资格为国乐相关科系 放榜前却扩大解释 只要音乐科系都可以应考 最后录取普通音乐系毕业生 民众因此向现议员陈勤 认为资格不服 现议员也只以简章寻同虚设 6月7号他们已经 教征委员会第三次会 已经开会决议考生资格 他们已经认定了 所以他们就不再跟我们对谈了 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讲 他们就是那道门就关起来 就是以6月7号的决议为主 那问题是6月7号的决议 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你为什么一个简章 在你只有网路报名资料的情况下 你需要扩大解释 这个我们一般民众匪夷所思 我只能说匪夷所思 你扩大解释的用意是什么 是你知道当时就有考生 不符合考试的简章报名资格 所以你必须扩大解释 来帮他解套吗 你为什么要扩大解释 扩大解释是有为常理的 一般人的理解都觉得国乐相关 我看到音乐系我也不会去考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知道会去考 那我们不能够制定了一个简章说 我讲国乐相关 那你不来问那是你的事啊 然后中秘书长就跟我讲 他可以打电话来问我们啊 他电话中这样讲说 他可以打电话问我们 那我想说问你们 如果你简章都写不清楚 还要考生去问你们 那真的这个简章也等于是虚设嘛 应考人表示 如果是音乐系毕业生都可以来报考 为何不再拟定简章时就清楚明定 花莲县教师会总干事杨金龙表示 教证委员会也有提出讨论 强调国乐专业素养 与一般音乐类科教师需求不同 但没想到县服教育处解释 音乐也是国乐相关科系 接获陈勤后有针对词案开会 仍决议正取考生符合报考资格 资格的部分我们在6月7号的 征选委员会会议有去针对提案讨论 那同时接受过民众的诚情之后呢 我们在7月28号 7月28号的征选委员会 也有再去针对考生的资格 来去做相关的讨论 那针对我们最后会议决议的部分 那我们是认定说考生的资格是符合我们 简单上面国乐相关科系所组 所以本次考生都是相关的系所 所以他都具备相关的报考资格 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他已经在简单上面 已经有特别写出是国乐科系的话 那当然在科系上面就已经是 有限定了你的毕业的科系 就已经是中国音乐学系 那如果他今天简单上面是说 那我要的是音乐科系相关 那里面包含国系乐都可 那我觉得音乐来报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当然报名的 就是他来报名是他的权益 但是在录取上面的资格 我觉得还是必须要以他自己简单上面写的国乐系为主 可能他们对于我们这两个科系的上课内容并不了解 因为国乐跟西乐他上课的内容 其实是真的是差蛮多的 当然国乐科系就是他会以中国音乐学的相关的东西 下去做教学 那西乐当然他可能多少会碰到一点点 就像我们也会学到西乐的就是内容 但是他并不是非常的 就是钻研在这里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都已经指定要国乐系的话 那你当然就不能是以音乐系为主啦 县远杨华美表示 八个人争取两个国乐教师名额 却录取一位一般音乐系毕业生 教育处将责任推卸给交证委员会的决议 将向华林县府提出诉愿 希望能还给应考人公道 记者长帮演华林市报导 谢谢大家